從來愛我 小心愛錯 以免被遷負錯 我常覺得男生歌的melody 很奇怪 女生就會覺得男生的歌好聽 男生就會覺得女生的歌好聽 可能我聽過女生歌多 而且因為我聲音本身是比較薄的 我不是那種降喉 不是Paul的那種降喉 所以我唱歌如果唱得比較柔軟 就會覺得有點偏女性的方法 所以如果一個男生很溫柔地唱這些歌 只要升兩度就會變成女性的聲音 我會變成吳宇飛的聲音 大提琴 我已經買了琴,不過還沒找到老師 大提琴是比較接近人聲的一種樂器 他不同的鍵盤是單音結構的東西比較多 提琴是有一個延續性的 基本上跟你的大哥 或者跟我們想唱歌的方法是一樣的 所以會大提琴 其實我想最主要首先擺正自己的心態 其實我做我們這行有很多種人 有人想做明星 有人想賺快錢 我覺得最主要是 出發點一定要喜歡音樂 真心喜歡音樂 因為音樂沒得取巧 沒得騙人的 我覺得最主要是尋得著戲 尤其是學一門手藝的時候 錄音、雲音、彈琴、作曲都 其實都是一種技藝來的 要練和審美 現在很多人沒有審美觀 我希望接下來借助我們自己 在行業中的影響力 可以成立一些 可能支持他們學音樂的基金 或者譬如說 倫敦音樂學院 他們每年都有一些 獎學金的計劃 都是為了鼓勵一些 可能受到家裡的經濟條件所限 但對音樂很有熱誠的人 接著來講 接著去日文 接著 接著來講 在經濟條件